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我们就是今年主打的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新歌 然后它的一个风格呢也是就是侠义 然后我们就是化身成那种侠女 然后江湖上就是行侠仗义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这次清风的打歌服有哪些中国风元素和特点呢 其实清风这首歌的打歌服 它整个一个色系就是比较的柔情似水 因为我们女侠EP里面其实有一共有三首歌 对前两首的话衣服的主要色彩是比较明艳的 就是红的和黑的 然后最后一首呢就是以就是青绿色为主 然后也结合了很多中国传统元素 服装里面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一些盘扣也是有用到的 然后它的布料其实也很飘逸 用到了一些绸缎一些纱 然后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服装有一个很很可爱的点 就是它的头饰特别的丰富 对就比如说我的那套造型的话 就用到了很多比较现代的欧根纱 还用到了一些珍珠 但是也是做了一些很国风的造型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造型还是别具一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照片 就是海报也拍得特别好 分享一下你们的时尚心得吧 国风级时尚在我们团来说 然后对于我个人的话 我觉得穿衣服的话是 就是个人的色彩很重要 就是要做自己 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的 就是我的时尚心得 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然后我们团坚持国风 其实也是在做自己 现在呢已经快要到秋天了 如果是秋天的话 我一定会穿我身上这样宽松 并且毛绒绒的毛衣出门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我会很想和这种毛绒绒 有很可爱的玩偶合照 如果我穿的也很毛绒绒的话 就会很搭 然后呢其次 因为它是一个小开衫 就可以有你的小心机 就是拍照的时候 可以露出你的相间 对就是可以像我这样 我刚刚也说了 我很喜欢吃东西嘛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想 如果肚子鼓出来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 里面穿一件像这样的 体雕服 它就是腰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小扣子 可以把你的小肚子束缚住 外面很松 里面很紧的搭配 就是我的最爱 大家快来试试吧 分享一下你们的穿衣风格 他们有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就是我的穿衣风格就是叫 Vashion 因为我名字叫小咪嘛 就是V开头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五颜六色 我平常穿衣风格特别的彩色 就各种荧光色啊什么 我都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在人群中不一样 然后还有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我身材会比较矮小 我喜欢穿这种很显高的衣服 看我今天的这身穿搭 跟我平常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身礼服呢 首先它有一个泡泡袖 我觉得这身泡泡袖 穿在我身上 我显得我特别的很有自信 它的这个腰带呢 是比较有中国风元素的一个腰带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的有自信 有那种职场女性的感觉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试一下这样子穿搭 透露一下你们之后的工作计划 是什么 最近的话新歌是肯定有的 因为我们团的习惯就是 基本上一个月会发一首新歌 然后我们已经来上海将近一个多月了 是为了来录制一个综艺叫中国潮音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